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你看见你像看见的你将它发生隐移 我想戴上玫瑰色的眼睛 看见寻常不会有的记忆环宇 你美而不老思议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天真的人 你生日没有我的 只有一只落酒的打击 你像穿越回忆的 你不怕烦恼玩游戏 你看起来泪坏了但你没有听我是那样爱你 不肯待的你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忧愁的人 你有着多少温柔才能从不轻言伤心 而你告别所有对幸福的定义 你生日没有我的 只有一只能从不轻言伤心 會記得這年代留你做的事情 你在曾經不經是你自己 帶出千萬花的一生 四季中鏡子盛放葉凋零 走出千萬人群獨行 黃流萬花明 深情睡進去 玫瑰色的你 玫瑰色的你 讓我日夜的長大我深愛著你 玫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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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们规划区域原本就是希望大家舒服一点区域 所以如果为了一些学生族群或者是一些买不到票的人的话 好像这样其实大家总共的品质就会下降 但是后来其实也有在考虑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硬体的总成本 其实也可以被摊平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原本第一场的话 我都会觉得说 其实把它做好 其实胜过于要不要有盈余 可以打平就好 那第二场的话 其实两个加在一起 可能会比较对扛票房这件事情 会比较好过一点 所以就加了长 所有的原油加在一起大概是这样 扛票房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吧 我很多年没有扛过票房了 因为我不是就是为了等这个 什么展演空间立法 立法委员你们到底要没有要立法 没有要立法就算了 就开口说一句 你不要 好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要让他们真的好好的去立法 他就是应该想办法把每一个立法委员都带去看演唱会 是哦 他们才会 都带去看二姐的演唱会 他们就会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嗯 是不是 然后也带他们去小型的演出看 他们也才不知道那小型演出面临的状况是什么 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林卓水一样 也是 对啊 所以就说不定这个 所以各区的选民一起发挥力量 对 说不定会有一些婆妈立法委员还在那边批评说 怎么会这么简陋的地方 就是 怎么没有椅子 对 没有情调 哈哈 我们今天开始火力很大 哈哈 没有情调 没有情调的地方 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的地方 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这么关心这么多选民 我们不能让他再没有地方 没有 没有情调 所以 好像没有文化的地方表演 哈哈 干得好 哈 干得好 好 就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在我开始 就是我终于 还是 就是会先放下 就是Lifehouse的 既定演出 然后开始做巡回性的大型演出 我还是要回头骂那么一句 就是展演空间立法到底哪里不好 你们赶快立法好不好 就是 就是那么多人写过法案给你们了 你们就是中年 不会拿出来翻一下 然后你们都在吵一些 真的很糟糕的事情 好 我讲完了 所以 金言摆了一个脸 他是不是很忧心 你讲这些事情 没有 他是希望 这是我们 就是这是我们宣传期 最后一个通告 这就要做总裁了 所以 Focus在整个演唱会上面 大家希望我可以用 爱与和平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再为票房近一点 好 2月23 等一下 2月23 这两场 潮雪真言 不是应该早 我就用卖广广了吗 23号还有 剩一点点吗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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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假装 只剩一点点 对啊 但我原本家常 没有打算 一定要卖完 我只是希望 那个 就是 票房 我还有任何机会 可以让他更 好 能更好一点 都是更好的 是 对对对 好 对于这个首度 要做这么大型的演出 心理上的准备 要做出什么 跟以前不一样的调整 因为要做大型演出啊 他其实从一开始的概念上面 跟想要走的方向 就已经跟所有 我曾经 做过的事情 对 能控场的表演都不一样 因为音乐节或 Life House的演出 他没有这个 所谓的流程可言 相对简单 他更即兴 然后他的 机动性也更强 然后这是大部分音乐人 其实最喜欢的东西 那我可能在这里面 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 那大型演唱会 反而是 大部分的歌手 其实都已经有过经验 嗯 而我现在可能才 第一次学习 对 决定这个 进入这个程序里面 嗯 所以其实 还是用这个 用哪一个 一天到晚 就是用这个 胡说八道啊 然后装神弄鬼啊 那打中脸冲胖子啊 然后又这个 用哭哭笑笑 就是的方式 就是 希望能够鼓舞 就是整个团 工作团队 陪我做一场 装神弄鬼的演出啊 那样子 对 装神弄鬼这件事情是 是你糊弄 他们出来 还是他们给你 就是我们这一场 要做很多 神秘跟厉害的事情 就是我原本 很怕别人糊弄 我说 一跟他们讲说 糊弄我没有关系 然后就到处跟 就是这些 很有创意的鬼才 讲说 糊弄是一件 很健康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所有 糊弄来 糊弄去的过程 最后不能 糊弄观众就好了 对 然后但是呢 也一路 所以我们在创作 或是结合影像 声音的过程里面 也的确都 就是遵守了 彼此的共识 我们就是一直 糊弄对方 最后我觉得 现在成型的东西 看起来 非常像一回事 就是很不糊弄别人 但我相信 所有人都在问 双层投影 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双层投影 双层投影 其实有很多 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利用它 是 那我觉得 在演唱会上面 比较少见 嗯 因为其实 要做投影 基本上 它其实 也跟这个 投影机的流明术啊 这个打起来的感觉 跟舞台的高度 大小有关 所以其实要做 这样子规格的 双层投影 其实 其实是困难的 嗯 但是 它看起来 但是因为它符合 我这个关于 可以挑战看看 新的素材 嗯 因为我觉得 双层投影 它可以产生的 不是3D 嗯 而是借由后面 跟前面的影像 交叠出来 然后因为乐队在中间 嗯 乐队其实是物件 它会标示出距离 是 所以其实在三种距离 里面拉出来 因为影像是拉出来 通常是一个更魔幻的 被扭曲过的空间 哦 OK 那它跟3D甚至无关 嗯 有时候它是两个平面 交叉 交叉在一起以后 然后在 讯息有交叠 对 但是观众基本上 是在有距离的情况下看 嗯 所以它的 它的景深 我讲那个距离 距离度会让线条 其实重新在 在进行的时候 被塑化这样子 哇 对 所以感觉上令人很期待啊 我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 还是 是希望吗 那个 但因为 因为双层投影很多 就是 剧场界 或者是做那个 新视觉 做新媒体的 做新媒体的 对 或者是做一些 电子乐的设计的 嗯 的人都 比较常使用 就很比较 很能理解这个东西 其实可以做什么 嗯 所以我其实觉得 流行音乐圈 我们这些人 其实与其要 超别人的想法 倒不如说 我们宁可多去看一看 别的领域 其实有什么 那个 可以学习 可以开发的 就这个方式 当它变成音乐 呃 变成演唱会的时候 嗯 说不定它其实跟 双层投影不再有关 因为它跟 乐队跟 嗯 双层投影有关的时候 是 新元素进来 它就 它就是一个 全新的东西 它就重新被解释了 对对对 嗯 而不是说 就是 嗯 对 而不是说 一直参考 所谓的reference 然后找到 嗯 画面上面的 的美感而已 对对对 嗯 可是这一次演出的 band member是谁 嗯 就我们四个啊 就我跟我的 团员这样 所以这一切 平常在跟着你演出 可是这次要放到 这么大的舞台上 我觉得你超酷的 因为你是 所有宣传里面 是 唯一一个 就是 心机这么重 问我说台上 有多少人的人 嘿嘿嘿 你一定很想知道 我是对 对我的 我的那个 格式会不会改变的人 是啊 我没改 我都是四个人 干得好啊 哈哈哈哈 只有你一个人会 说干得好好开心 干得好啊 真的吗 因为 该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本来的核心 不能因为你演出的形式 改变就改变了 对 真的 而且我其实觉得 嗯 你从来 就是音乐 其实依然是演唱会 唯一的一件事情 是 嗯 然后所以 所以 我觉得 嗯 除非你音乐是写成这样 不然你不用 你永远不应该 害怕一个人 没有办法在台上发出 跟六千人有关的能量 嗯 我跟团员 我跟团员在练 编曲或是在看 看舞台成型的过程里面 是 就是 他们其实有问过 我同样的问题 嗯 但是像我们前几天 就是总裁啊 重新开这个 硬体会议的时候 是 那我们的团员 其实就很 很感动的跟我说 他真的觉得 就是 连他自己都没有看过 就是 嗯 近万人规格的演出 有只有四个人在台上 他觉得很感动 然后他感动的是 他也 他是其中之一 那他很感动 我就也很感动 是大家就也很感动 然后就感动 你一团 很好 我觉得这样很好 这样真的很好 对 但我要问一件事情 因为在你历来的演出里头 比方说我们很早期 很早期看你演出的时候 可能还在女巫店或干嘛 你经常会唱 搬上巴黎米天空的歌 嗯 然后 巴黎米天空的鼓子 后来成为你的录音伙伴 是 对 所以巴黎米天空 这伙人 或这个东西 到底跟你的音乐生命 是怎么连结 产生这么强烈的关联 就是 就是巴黎米天空的吉他手 海大富 嗯 就就是 就是我们 就是 你知道女孩子啊 生命中 其实在 对 在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都有一些帅哥 就心目中 觉得男生好帅的典范啊 他是典范 对啊 然后我们是好朋友 但是就是摆在那边 想起他就觉得 啊 有个浪子 有个个性又很好 对 然后 对 可以坐在路边 一起秋烟聊天的 是 哥们 长得很帅 这样 然后 孙比德 孙比德 啊 孙比德 我对他老婆比较有兴趣 我一直对他老婆比较有兴趣 哈哈哈 我一直对他老婆比较有兴趣 对 那 那 我就跟他讲过 不喜欢 大家一天到晚 都在拍自己吃的东西 一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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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一天到晚 就拍他吃的东西 很讨厌啊 揍他 对啊 揍他 但是后来 后来为什么决定 这件事 你这么重要的 在制作上的 录音上的伙伴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两个人聊天 默契最好 真的 但是其实 其实这件事 是我最晚才认识 就算是在最晚才熟的 因为我觉得是 巴黎米天空的时候 他们刚好去做 他们的那个 随地摇滚的巡回 然后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才要 就是才算 就是很熟起来 跟薄荷叶他们 但是 但是他们那个巡回结束 就是为了 自然要去纽约学录音 是 所以其实 我们才刚认识 也就 他就离开一阵子 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是 发完第三张专辑的章选了 而他是 就是在纽约帮 录 录过 就当助理 录过音的录音室了 然后知道 他也有跟我说 他有开了录音室 但是那时候 刚结束第三张 所以我其实又隔了 一两年 到要录第四张的时候 才去找他 对 那他有带给你什么 跟过往一样 不一样的录音经验 他让我觉得 他让我觉得 做音乐的人 有时候不需要制作人 也不需要fan 就不需要追崇拜者 或追随者 也不需要对手 也不需要敌人 音乐才会精彩 有时候你只是需要 你只要需要 就是有一个缘分 哪怕是一个这种人 就是你就觉得 你在这个generation 就是该遇到他 然后你们做的所有事情 都会变成一件好事 你会不会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有些人就天生 你觉得 We are born to be a partner for each other 就是做什么事情 都会变成something 你刚刚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今天非常地严肃的 而且专注地看着你 为什么 我想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Mind you say Mind you say 早说 我还以为这段话有什么 你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了 我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会很爱揣摩 音乐人的生活 为什么有些人 音乐做得那么好 是因为他们真的 就一天到晚喝酒吗 或者是说因为 对不对 或者是真的 因为音乐人 对一般人来说 毕竟还是一个神秘的生物 所以我们好像很了解 音乐人其实没有 所以我们总是把它想象成像 是一个外星生物一样 对 音乐人也觉得 其实好像做音乐的人 其实好像都很了解这个世界 其实也没有 对 其实大部分的人类 跟这个世界 对于音乐人来说 也都是怪物 我觉得彼此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你的乐迷应该对你的期待 就是他们觉得 透过你 他们可以比较了解 这个世界一点点 你有感觉到这个压力吗 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代的缘分 哦 就是说定80岁以后 我也只是人家乘风的记忆 就是用来确定说 20岁我曾经那么青涩过 我听张玄这样 哦 你已经在想这件事了 那赶快做准备啊 不然到时候怎么下台呢 下台身段要好一点 每一个在台上的人 都要先想好怎么下台 你真会把你歌迷给吓死 动不动就想说 我现在没有约了 然后我要想 你动不动又想要下台 你就能把你歌迷吓死 我就是一个 有事做我才做的人 我没事做的话 我之所以会讲 是因为我也不要假装 躲起来会消失啊 我就跟大家说 我没约了 所以我没有一定要再签约 那有约签的话 会再跟大家说一声 但我不会很积极的去筹备 或者是去继续这个东西 哦真的 做所有事情 演唱会也是一样 就是这一次办 不代表是为了要办下一次 但我也不是要恐吓说 只有这一次 而是说人有 那听起来像吧 听起来就像 就是人有多少缘分 你到时候就会知道 你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或为什么不需要 再做这件事了 所以就我觉得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 是说得定的 真的耶 对 意思就是说 千万不要叫我负责 没有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 三不五十就会跑出 下一次这么大的演出 所以二月二十二号 二十三号 如果没买到 下次你就不要怨别人 因为你没买 但说实话 曹雪真言 下次真的应该 就要等下一个Generation 下一个Generation 你现在一个Generation 是多少年啊 十年 五年 五年 我觉得五八年吧 因为曹雪真言 其实是一个系列性的 就是它是一个 平台性的演出 它不是常态性的演出 怎么样叫做平台性的演出 我第一次做曹雪真言 是三年多 快四年前 那时候是在千人的场地 然后我那时候 一直想把曹雪真言 当作是我这个音乐人 我如果唱十年 那就是我十年中 办的曹雪真言 它会记录我跟听众 每个阶段 或是当代艺术碰撞的过程 OK 然后如果唱到七十岁 还要唱的话 也会继续有曹雪真言 但它其实是一个 阶段性阶段性的东西 因为每一个年代 或是每个阶段 群众投射 或群众在寻求的东西 包括台上的人 寻求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我希望曹雪真言 有时候表现的 其实是一种批判 或者是一种自行 一种对于人生 哀伤的剖析 或者什么什么的 它其实还是跟人生有关 所以就是不太可能 就是之所以会这一次 觉得可以花那么多时间 好好做一场像作品的演出 而不是当成演唱会 是因为这个东西做完了 就没有了 我不可能再 就是不可能把它 再搬回来演一次 它跟那个戏剧最 音乐跟戏剧最可惜 差别最大的地方 就在这里 演唱会没办法再搬来一次 因为搬来一次 也不会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 它没有 它没有那个剧本可言 顶多就是我再把它 重新按照那个方式 唱一次给你听 这是应该也不会是 一样的事情 对但你不太可能 再用这样子的规格 再看一次这样子的round down 所以重点就是 2223日我还没有买 2223日我还没有买 2223日我好像已经买不 2223日已经完售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 如果你不想知道这个遗憾 就23号赶快去买 对 但是我今天可以提供 我妹妹昨天在家里面 教我到底 我要怎么好好卖票 人家觉得我都在浪费时间 然后就浪费 等一下 心留着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哈哈 好欢迎继续回到 他说请大家赶快来买 潮水真言的票 怎么可以不买 对不对 就平常乐透几率那么低 大家都在乱买了 但你如果买潮水真言 就是23号的票的话 至少你保证 会有人唱歌给你听 其实这逻辑听起来蛮对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它很厉害啊 肯定不落空嘛 对不对 因为买乐透彩 或乖乖乐透彩 可能99.9%会落空 真的 我大放送 对不对 只要有买就一定 有买就一定有 就一定有人表演 对你看 但是开心 或感动到什么程度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对 但是听起来 有点像金光党的骗术 对不对 但我觉得很感激 我妹妹就是 就各界都有在提供 到底如何把 就slogan讲得更好一点 但是这件事情啊 因为通常的演出 通常是这种等级的演出 大家都会期待 节目要很长 没有 我们只有两个多小时 特别是你的好朋友 清风一清 把这种规格 开到很长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听长的 一定要去听斯塔利 对不对 怎么可以不去听 你看他是不是害了大家 搞得大家 现在演唱会不能太短 不会啊 我就一直觉得 其实啊 台湾就是 我们都已经开始了解 现场表演的魅力 跟这个产值有多大了 可能有多大了 对 那我们怎么还舍得 再把这个东西 弄得像CD的那种 CD一样 无止境在互相 互相抄袭 然后互相比 这个极限 是 我记得以前 就是有一阵子 就是做唱片宣传 不是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唱片宣传一直都无所不用其极 你搞到最后 你现在敲冰块下跪 都没有人要买这张机了 这样不好啊 因为现在还有吊车吊上去的啊 这样不好啊 那以前就是这样 大家都在比狠的 那你还不如好好办 这种什么前唱会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表演环境 其实真的也不要被这种心态 再一次淹没了 说得好 因为如果搞到大家都觉得 我只要来看演唱会 我都知道 这就是音乐圈以为 观众就是要什么 所以非得给他们什么 如果不是什么 就不好看 所以每一个人的花招 就一定要塞那么满 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都要一样 然后 然后永远都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一定要唱 一定要唱超时才叫做诚意 那我觉得到最后 大家反而都不想看了 是 而且把观众都弄累了 所以一定要有我 像我这种复兴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已经拼命叫你买票 然后我又看起来很可怜 你买了票来 我又只愿意唱两个小时 对不对 看起来很复兴 但因为有复兴 所以当你们去看苏打率的时候 感动就是加倍的 因为你发现 哇 这世界上有人 愿意就是这样 我只是买了一张票 但他花四个小时陪我 但如果每个人都花四个小时陪你 你可能还会觉得 我明天还要上班 够了没啊 这几个道德的判断 非常的复杂 我现在一直不知道 我觉得他起来蛮老装的 这还是装神弄鬼那套逻辑 真的耶 但是两个小时 能唱完你所有的歌吗 两个多小时 没有啊 我没有要唱完所有的歌 所以会有歌漏掉 我们就是选这一次的 就是潮水针眼想表达的人生主题 跟能够做的感官刺激 能够呈现的感官 就是所谓的魔幻空间这件事情 去做歌的改编 或者是去调翻唱的曲目 所以它其实像是一个 它是一个project 它不是满足听众说我想要听乌语伦比的美丽 但不是故意不唱 而是说我认为那样子常态性的演出什么时候都会有 而且很快其实就我们常态性的演出也都会发生 但是潮水针眼它毕竟对我来说比较像作品 所以在这一个演出里头 就是歌曲演出影像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了 我觉得现在是 因为一个半月前开始宣传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它是不是艺术 它有没有够到大家以为的艺术的标准 因为那时候还在兜还在弄还在磨 对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只能讲我自己想要决心做到的东西 但我没有没办法说它就是怎样 现在就是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总裁阶段 我觉得我每天得到的感动 或是自己发现一路走来 这个事情现在可以变这样 这个画面真是好 我现在这个东西就可以说 可是作为一个对很多事情 都有清楚意见的人 在这个环境里头 在这个世界里头 会不会觉得常常被干扰 还是说那个对自己都是一种新的提醒 我觉得被干扰是一定会有的过程 但是其实就好像 我爸爸曾经也有说过 你知道就是你这个 就是外界让你多痛苦 那就代表你多特别 而你的特别其实也就像是个钉子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也让别人很痛苦 是吧 就是说 真的耶 因为如果我们要讲社会 其实是一个群体的形态 任何一个突兀的东西 都会刺到别人 还是会刺激到别人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但是一直被就是下面的人盯着看 我们讲这个突起物 不管是哪种突起物 被讨论或者是一直被拿来说好说坏 说长说短 也是不好 你不要笑 我其实 本来不歪的 他一笑就歪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重点其实是 不是我讲歪 是你不要笑 但现在已经 已经正不回去了 所以就继续歪 可是魔幻这件事情 怎么在舞台上呈现 透过你的歌 我自己觉得还是回归 我觉得文字 它其实可以 看起来文字说白了所有东西 但文字基本上 有点像是个 每个影像 或者是每首歌的伏笔 或者是某首歌的一种比喻 或者是 所以文字这次的价值 只在潮水真语里面 其实也比较像这样 然后我认为要产生魔幻 最大部分还是 希望观众到时候 能够听听看 我们呈现的音场 OK 因为其实你知道 就是在万人的演出里面 身处在人群中 如果那个音压对你来说 它是包覆性很强的 它是迎面袭来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 某个频率让你开始头痛 对 那其实我们都会 我们之所以那么喜欢 现场表演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被某个东西 击中了 对全面性的覆盖 全面性的被袭击 那个感觉很好 就是 黄历行的那个什么 音浪啊 太强 不撞 会被光到地上 对对对 就是那个感觉 是有些首翻唱歌吗 应该不可能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就是配合影像 就是 我常常觉得 当声音有在流动的时候 影像才不会变得过于复杂 它反而会变成一个新的冲击 是 对但是如果没有了声音 只看影像的话 影像基本上也就会觉得 你会觉得很枯燥无聊 对 那如果只听声音在万人的演出的话 没有灯光的诱导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人也会 人比较容易花太多同一个感官 在听东西上面 那对于那么大的音压也不一定很好 所以这三方对我来说 现在就可能是演唱会目前的铁三角 很少很少歌手在宣传演唱会的时候会讲到 一直讲到音压这件事情 你应该是破天王第一个了吧 哦真的吗 真的啊 因为 根本没有在讲这件事情 你真的好妙 哦真的吗 因为其实 其实我我看的时候 我之所以要办万人演出 然后我最后最在乎的其实是声音 是 是因为万人演出 其实是我们终究都是很少能够 拿来听音乐的方式 嗯 所以才让人很向往 是 就是拿 谁能够拿那么大的喇叭听 自己想听到的歌 是 而且是跟这么多人一起听 对 所以 所以我就会觉得 其实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某个地场地音响很烂 不是音响烂 而是可能处理的人 没有照顾到全场平衡音压的问题 或者是 票价决定了 那边的音响 其实就是没办法照顾你 是 你有看到你喜欢的人就好 嗯 那我说我们这次其实花 之所以就是 呃 很努力想要经营票房 也是因为就是 嗯 我们的硬体成本 其实都在 希望能够呈现 包覆性那么高的音场 嗯 而且我们每一首歌的声音的 就乐器跟 就是乐团整个出现的音色的设计 其实都有做过前置的魂音 哦 这是一般演唱会不做的 嗯 但我认为这很重要 就是说 现场 现场的灵场感不是来自于放给你听而已 嗯 如果要回溯专辑 才能够制造魔幻的灵场感 是 你要让人家发现 嗯 在那个场地居然我还可以听到哪个声音 然后那个声音怎么可以长这样 那我觉得就很 我觉得就很成功了 所以这些做现场声音的应该都被你挑剔到死了吧 没有没有 我还没有挑剔到别人 我就先拿一个来挑 而且我现在没挑到他什么毛病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我觉得齐鸣超超了的 所以现场应该令人非常非常期待了 至少我们自己的团队的工作伙伴很期待 嗯 然后那不是因为 呃 就不是上期待演唱会要开始的那种期待 而是 我我我发现在会 就是在开会跟总裁的过程里 嗯 每一组的伙伴都期待自己的东西会长什么样子 当他们被另外一组刺激的时候 是 就是当我们总裁的时候影像看到团员的整场的round down 嗯 你知道就是对他来说他好想之 他就是他变得很兴奋 嗯 而团员看到影像也兴奋 所以大家想要看到他一起长出来的样子 对 然后像灯光设计会是我们的舞台设计的那个两个天才 他们看到就是这个团队是这样在运作的时候 可能也也会觉得很高兴 他很想知道状态那一天 这一切能不能让人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团队就是很气氛很好 嗯 所以我就觉得啊 其实还没有做 演唱会还没做完 我我大概就知道 我一定会很想念想念这段日子 哇 但我之前不会觉得我会想念 因为可能工作量太大 是 但是 现在是累到一种享受的状态了 也不是 而是你真的会舍不得这些人 嗯 我会很想念我们这样一起工作的时光 嗯 因为 对 因为 感情再好 或者说再投缘 嗯 就是 我们不可能一年四季都跟对方一起工作 是 所以当我发现这群人 哦 我们真的是该遇到对方的那群人 那是当时不知道的 是 现在我就觉得啊 我早 我现在已经知道我会很想念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起加入这个想念的状态里头 23号你只差一点机会了 但你不 但大家不可以进后台啊 哈哈哈哈 前 前 前场比较好看 哈哈 前场比较好看 所以 2月 22号已经完售 现在就是要上架 2月23号 对 但我想要跟现在已经有买票 所有观众朋友 说声谢谢 嗯 因为 嗯 就是这场演唱会真的就是做给大家的 他很希望跟当代的观众有碰撞 嗯 然后我要真的说 就是身为流行音乐歌手啊 嗯 我们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幸运 因为大部分的艺术领域没有办法一次容纳那么多人的参与 或者是支持 嗯 所以 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呈现作品 然后能够有这些人在看 所以我们做得成 嗯 这是两不起的事情 是 所以 就是希望你们知道就是这一切设计 其实 啊 你们都是股东 然后真的谢谢你 全部 就是全部送 全部给你们 谢谢你们 这样 嗯 我希望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哎 我也好希望 不行 你还要继续塞白 而且你要练身体 对对对 希望不要那么快 照料 我还需要两次总裁 哈哈哈哈 一方面是你要总裁 而且你要把身体练好 两个小时在台上 OK 其实是很好体力 那如果我们每天聊 如果我每天都跟你聊两个小时 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嗓子很开 哈哈哈哈 对啊 有时候讲话慢慢然后就越来越牙了 你知道 那为什么今天讲话嗓子很开 没有 我一直都是牙 一直碰到你 就是 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觉得我其实还蛮红 那我们现在立刻扣印点歌 好 这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那我们就到时候见了 好 好 谢谢张学 谢谢小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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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带你去光芒的田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何沉默地灌在天地 我不和你谈论社会 不和你谈论 图成心扉的争夺 请离开书房 我带你去光芒的田野 我带你去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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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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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独撑 需要人生啊 手会爱一张 有很多 这是给予 过重的成余 而你 看得来相见 看得来相见 而你 难得来相见 我在一起光芒的天边 是你 我在一起光芒的天边 是你 的你 能成功 我帶你去過我的天氣 至於我的天氣 我帶你去過我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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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